可以看到我非常令人心痛的是 在我们的这个 宗教站团的后面 这些 这些商店 他们的东西是 全都翻出来了 然后是从昨天晚上开始 他们就 这个商店就已经淹没了 然后 刚才就采访了他们的时候 我就是 他们就听不懂 就是 可能有点 这个我们去 采访到这些商户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 真的非常心疼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门面房会比较低一点 然后这个水是就漫过来了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他们就非常无数地站在 这个门口 他们说19年的时候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 没有办法 就是 把任何的这个 防护措施 任何的这个档 把任何的门关上 之后他们还是会这样 刚才我们采访的时候 就是 有一个师傅 就是这里拿他的那个衣服 但是他还是 绳都 绳都没有拿出来 就出来了 然后衣服全部都是的 就像游泳一样 就出来了 所以感觉这个事情 他们就只能这样 这样看着 我们就感觉非常准宝 然后反应 所有的这个 上铺 几乎 几乎都被淹掉了 路边的车也是 基本上都已经 淹没了前一群盖 看到这个情况确实是 一旦也是 拖了出来 在我们正前方的时候 只有一辆黄色的吊车 然后我们应该是 挺像一边 但是应该是水冲到 风封边岛 所以说